因為大家都覺得做品牌好像是一個叫做 扔錢落海 做市場推廣多少錢才夠呢 所以我做一個時間的行業 亦都一直跟時間競賽 在中標歷史上 很少有一個香港的本土品牌 但其實香港我認為是有一個很獨特的魅力 可以很成功地將中西文化交融 我其實做這個品牌也有十年的時間 其實不知不覺 當時在美國讀書 剛好就遇上雷曼倒閉 我自己就想早點出來融入社會 我就覺得不如我自己創業 當時都未想到做些什麼 直至到我寫論文的時候 我就想用一些微觀經濟主導的市場 在當中的過程 我知道爸爸有投資一間機芯廠 有足夠的人給我做一個問卷調查 這間手錶廠原來有四十多年的歷史 亦都做到一些很精緻的陀飛輪機芯 這種陀飛輪機芯 全世界不多過30個工廠做得到 我就覺得原來都做加工出口給世界級的品牌 不如我自己努力去嘗試做個品牌 反正一找工都難 對於這種工匠精神的熱愛 有追溯由我爺爺小時候 就教我很多中華文化的思想 教我很多歷史哲學的故事 爸爸是一種新教 他喜歡收藏工匠的東西 無論是東方的文化 譬如清朝的木雕 到西方的瑞士白陰盒 他一直都在收藏 令我從小都對工匠精神非常熱愛 這裏就是清朝的木雕 他已經有很多件 有幾十年前開始存在 在內地有些農村 因為當時要翻新的農莊 很多村民覺得這些木沒有用 就把他丟掉 爸爸一直收藏收藏保育這種文化 到現在就存了很多 到這幾年前就存了一些瑞士白陰盒 其實音樂盒白陰盒 都是來自於百多年前 那段時間因為 戰亂 很多瑞士工廠都沒辦法 拿到零件做駝標 做壞標 在那段時間 他將有限零件 有一次扔到牆上 發出不同的聲響 他覺得靈機一觸 不如用有限零件做白陰盒 都可以到過一個沒有零件 即是不夠零件做駝標的一個日子 就這樣就創造了白陰盒 又有不同的聲響 這都是百多年前 這真是雀鳥的羽毛 都是上臉 咦 這樣就關掉了 這個音樂盒很難得 是一個中國的樂曲 當時是絲綢之路 那這個樂曲是什麼呢 大家一播就知道是什麼歌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首歌就是 《莫里花》 因為大家都覺得 做品牌好像是一個叫做 扔錢落海 市場推廣多少錢才夠呢 種種很多的危險 未知數 隔行如隔山 變了很多東西都由零開始去摸索 由我剛開始 家人很擔心 很艱難 因為沒有人認識我這個牌子 也沒有人認識我這個小孩 那時我26歲 10年前 我記得我請了第一個同事 在香港九龍新界每天 就跑10間錶店 很多錶店一看 真的是陀飛輪 但是一查 不是這樣的定位 香港 你知道中錶很少 都是歐洲 香港哪裡可以的 再一看我的樣子 哇 這是誰 說自己老闆20多歲 是真還是假 都被拒絕很多 那段時間都是 一步一腳印 跑100間錶店 可能只有幾間接受 到我們跑了10多個國家 20個國家 不同的市場 就是一步一步去欣賞我們 接受我們 雖然是很大的挑戰 但是也很有滿足感和成就感 對於做品牌來說 創作理念設計靈感 都是非常之重要 而作為一個本土的香港品牌 可以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不斷找一些主題 而去創造一些不同的款式 這個我認為是一個香港品牌 是帶來一個非常大的機遇 和商機給我們 世界上有這麼多國際大品牌 百幾二百年的歷史 我怎樣可以令到短時間 將這個品牌 可以建立起來 短時間 怎樣可以令到更多的朋友 認識我們的品牌呢 在這裡我就想起 Cross Over 這件事 因為Cross Over 令到這個品牌 可以在不同的一些潛在效果群 引起注意 很開心 因為我之前讀金融 你知道他們 當時已經聽陸叔的節目 怎知道有機會 可以得到他的支持 陸叔很扶持我這個創業的年輕人 2014年的時候 2014年的時候 是的 那個節目 一看到 原來陸叔的辦公室 我收藏很多各種不同類型的牛的收藏品 我就寧急一觸就膽粗粗 陸叔 因為其實牛 都是一個很漂亮的主題 可不可以親自遭到 為我們做一些慈善的創作 做一些陀飛輪出來 陸叔就真的很支持我們 這樣延續了六年 做了三個系列 東方的 譬如和我爸爸一些收藏的古董 做一些新肖的系列 譬如包括糖尺 青花池 燒青 這些其實是很漂亮的工藝 我們一直都在發展 或者是和一些 我們香港著名的設計大師 甚至乎一些不同的 領域的明星名人 西方那裡 我們都會和一些大IP合作 一些超級英雄人物 這些全部都是粉絲 在全世界都有 一直這樣做 其實就令到 更多的潛在客戶群 很短時間都會留意到我們的牌子 從而透過這些作品 欣賞它的手工藝 再更加深入了解我們的牌子之後 你喜愛你的品牌 所以這種方法 也是我從一開始到現在 都很努力嘗試去做的 其實我們在大灣區 都有很多的發展 也是很重視大灣區的 整個未來的發展方向 因為我們都有一個深圳的分公司 在疫情前 我們都有一個很大的項目 早陣子和一個很著名的 英國的足球明星 他叫做Michael Owen 我和他們一起 創作了一款 陀飛輪的滿錶 而我都邀請了他 四入三夜 來了大灣區 配合我一系列的宣傳 那段時間 也是一個很成功 也建成了大灣區的威力 因為一路做宣傳一路 其實將他的產品 基本上已經銷售得非常成功 我們第一天就在香港 香港做完之後 其實我們就下了深圳 之後我們就去廣州 其實看到雖然短短 只有幾天時間 但已經是很有效 做了幾個不同的活動 而每一個活動之間 你看到大灣區的魅力 就是每一個地方都很接近 亦都方便了很多資源 可以共享 是用同一個團隊去做好 客戶的潛力 和他喜歡的興趣 其實跟我們港澳 喜歡的興趣 很多都很相似 但人口大很多 內地其實是提供一個 很大很大的市場 提供一個很大很大的資源 讓我們去發展 最重要是我們自己可不可以把握這個市場 我們會不會樂意踏出這一步 跳出自己的舒適圈 去融入市場裏面 一通關之後 我相信更多的火花 我們可以做到 想創業的年輕人 想創業的年輕人 其實我經常都這樣分享 最重要是堅持一個理念 堅持一個興趣 那樣東西一定要很熱愛 那樣的興趣最重要是符合三大元素 當然對自己好一定 也要對他人好 對社會好 那麼多年來我們都秉承著這件事 做很多不同的慈善拍賣 亦做很多不同的合作 一張善款捐給不同的慈善機構 令到牌子不單是帶到正能量 亦都可以貢獻到社會 因為我們的品牌叫萬禧泉 萬禧泉的意思就是 萬眾希望的泉源 英文名叫memorial and original 就是紀念價值加獨一無二 所以我很希望這個標 不單是記載時間 亦都將一些快樂 將一些希望帶給有需要的人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